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小孩如何治療 治療方案分為兩種 第一不是所有小朋友有抽動症 我們就要給治療 很多時我們要家長認識抽動症 所以教育方面很重要 尤其是家長很緊張 覺得這個抽動症要醫治為止 其實很多時我們醫治家長多於醫治小朋友 很多時我們教育之後 希望他學會如何分散治療 如果某些情況下他的抽動症特別嚴重 發作得很厲害 可否轉換環境 令他分散注意力 不要集中注意 不斷罵他有抽動症的問題 這些他可能已經改善不少了 再者就是應該想想 有沒有一些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如果你能夠解決得到 跟他談多些 放鬆多些 他亦都會改善得快點 不過你可以這樣說 最後是不是有些人 所有東西我們用完都不行 或者是有用藥物治療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些個案 可能真的清喉嚨吸收很嚴重 我們找了所有原因都找不到 甚至乎給了很多不同的藥物 他都醫不到 最後我們都要用藥物去輔助治療 讓他解決過渡了難關 所以才可以回到學 那這個病會不會是傳染的呢 還有會不會是預防的呢 幸好真的沒有傳染性 因為傳染病真是大家害怕的 如果你說不斷在咳嗽 怕他是傳染 那就讓他回學了 如果我們證實到是抽動症 我們起碼都會幫到他 告訴學校這些不是傳染性的 我們會有些人擔心會不會是過敏的反應 我們會起碼都會嘗試 醫治一下他是不是敏感症 然後才會考慮抽動症 所以大部份我們都要撇除其他原因 嚴醫生 其實你有甚麼有趣的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呢 曾經我都見過一些挺有趣的個案 小朋友就有咳嗽了整個月了 我們都嘗試很多醫生都幫他 看看是否是過敏 甚至有時候擔心會不會是廢落 照了X光 我們給他一個不同的控制器官敏感的藥物 但都好像沒有效 因為咳嗽實在太嚴重了 學校經常問他有沒有傳染性 就是真的問了這件事 最後我們也要找個原因出來 在細問之下 他在病歷裡面發覺 他真的有些時間才會做 例如考試 正在上學 某些課他不喜歡的課 就會出事了 後來發覺 咦這個心理因素很大 我們再看看家長 再拍片給我們看看 究竟他像甚麼 我們發覺他都像一些喉嚨的肌肉抽動 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用了藥物去幫他 慢慢改善了 再加上心理的輔導才可以 家長才慢慢可以幫到他 其實吃這些藥物有沒有副作用呢 還有要吃多久才有效呢 藥物其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其實大部份會影響他睡眠 有時藥物如果過重 有時會影響他肌肉會自己抽動 都會有這個副作用 所以有時我們用藥物之前都會跟家長搞清楚 但現在的藥物比較先進 還有副狀疾真的低很多 我們用藥物很小 很多時我們盡量用一個短期的藥物 不是要單靠藥物去治療 還有要幫多些心理因素 去解決心理上的問題 會容易走出這個問題 希望我們的新冠肺炎快點結束 這些抽動症就少一點 今天就很感謝嚴醫生 花點時間令我們對這個抽動症有一個了解 我們對抽動症的成因治療 都有一定的形式 以後我們見到小朋友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怎樣處理 以及怎樣找醫生幫忙 今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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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